西门庆的妹妹杀了人 被武松关进了县衙监狱 大哥答应你 无论如何 大哥就把你叫出去 不得不说 庆子虽然是个人渣 但对西门云这个妹妹 还算很有情义 县令给她想了一个办法 春梅是这件案子的目击证人 只要搞定了她 西门云就可以无罪释放 而此时的春梅 正在武松的家里避难 就在她犹豫不决 不知道该不该指证西门云的时候 武松突然收到领导的命令 说街上有几个杂皮闹事 让她赶紧过去加个夜半 当然傻子都能看出来 这是庆子与县令串通好的 武松前脚刚走 西门庆就找上门了 当天晚上 庆子并没有对春梅施暴 而是小制仪里 动之以情 希望她能够搭救小姐 只要你肯说一句话 就可以使小姐起死为生 临走前 她有温柔的语气告诉她 如果你救了小姐 我就收你做第八房小妾 可如果你敢对小姐不利 我就让你去给她陪葬 完了 春梅这回横竖都是一死 第二点 西门庆自以为已经搞定了一切 起料春梅却给了她一个意外的惊喜 当晚我看见西门云 手拿匕首 只差成公子凶的 没有大人 我没杀人 民女所讲 句句实话 你胡说 大人 我没杀人 最后在武松的附加指正下 县令只好将西门云收监 准备来日定她的死罪 为了防止西门庆报复 武松将春梅也留在了县衙站中 县公 云梅没事吧 春梅那个死丫头 想不到她居然吃里扒歪 她堂上做空 指正阿云杀人 阿云要有个好歹 我就让她陪葬 为了救出西门云 西门庆再次找到县令 希望她配合自己 连夜将妹妹转移出去 哪知就在他们作案的时候 突然被巡逻的武松逮了个正常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敢提喻 武松见状 赶紧上前追赶 结果西门云不慎失足 突然从城楼上摔了下去 当场领了盒饭 看着妹妹的尸体 西门庆的心里悲痛万分 她居然大放学词 要让武松为她偿命 第二天 县令认为既然西门云已死 于是决定提前结案 并将证人春梅交给西门庆 由她自行处置 最后在县令的干预下 武松只好将春梅 乖乖地交给了西门庆 这还是我认识的杀神武松呢 回复以后 庆子决定将这个建帝活活地打死 可就在她准备动手之际 三位妇人立马跪下来求情 希望官人对她从轻发落 就连金莲和平尔 也说了不少的好话 可面对西门庆的鞭子 春梅却没有丝毫的畏惧 我在公堂上所讲的 句句都是实话 对得起天地良心 要杀要挂 吸随尊便 好 好 我得成全你 庆子没有想到 全府的人居然都跪下来 给春梅求情 你们干什么 是不是觉得我不对啊 是不是觉得他不该死啊 这还用说吗 勾结县令坏事作戒 你才是最该死的那一个 等着吧 还有两级你就要挂了 然而就在这时 武松突然闯入府中 准备将春梅带走 西门庆二话不说 拔剑直取二郎 可即便仗着武器的优势 西门庆依然不是松哥的对手 结果被他一脚踹飞 平儿见状 赶紧上前演戏 为武松和春梅 争取了逃跑的时间 西门庆只能停止追赶 将受伤的平儿扶了起来 而武松则背着春梅一路狂奔 可两人刚想要休息一会的时候 庆子派来的杀手 也很快追了上来